如果说三峡是中国的奇迹 那么生船机便是三峡的奇迹 这个超级电梯扔在40分钟内 将连船带水15500吨重的邮轮 提升113米 相当于翻越40层楼 将原本需要三个半小时的通行时间 缩短为半个小时 有人曾经在船上竖了一枚硬币 在生船机工作的过程中 硬币纹丝搏动 围观者惊叹不已 我们从刚开始是学习人家 到超越人家 到做到世界最好 体现我们中国的大国的工程技术 一个在海底沉睡了两年的大铁箱 被捞了起来 这是微软团队赤巨资 聘请法国海军打造的海底服务器 要知道全球的数据中心 能耗成指数级增长 几十亿人的网页 视频 游戏 支付等数据 都靠服务器支撑 成千上万的设备 在嘶吼一个个都得用空调工者 否则就罢工 而这种独特的水冷方式 采用均用潜艇级别的防水和散热技术 直接丢进海底就能物以降温 为人这个重达17吨 长12米的钢制密封舱 容纳了864台服务器 可存储27.6PB数据 不过话说回来 一想到要黄花杯就不惊想 双目公路又称死亡之路 位于湖北恩施 它就像丝带一样 盘旋在悬崖峭壁上 所以又被称为壁挂公路 虽然这段路只有4.4公里 却花了整整十年才修成 没有大型机械 全靠人工完成 中间还有8位修路工人 因此丧路 可以说是中国最嫌恶的公路之一了 但就是这条公路 让当地土家族人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日常服装 到嫁女儿的习俗 都能于时代接轨 其实 在我国有很多类似的壁挂公路 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工程背后 隐藏着无数修路人的投入和汗水 为他们点赞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快的电动跑车 出自中国 它就是蔚来1B9 它搭产4台高性能电机 能收出1360品惊人马力 最快可以飙到313公里每小时 200公里加速只需7.1秒 跑起来就像一道蓝色闪电 在2017年的德国纽北赛道 它以6分45秒90的成绩 打开了保时捷 蓝伯基尼等超跑 刷新了最快圈速的记录 拿下世界最快电动车的称号 未来电动超跑 还得看中国 消防车灭火救人 分秒必争 但如果被堵在路上 也只能干着急 俄罗斯退出一款新型消防车 一遇堵车 就立刻收起轮子 切换成一前一后的单轨模式 轻松越过车阵 它采用陀螺仪技术 跑起来又快又稳 在救援作业时 通过车顶的救援机 消防员能10秒升到高空 对起火点进行灭火 它还自带空中折叠走廊 可以安全转移受灾群众 有了这款消防车 就能大大减少火灾带来的伤亡 为这个发明点赞